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二 我昨天视频出来之后呢 有观众就留言 他说那你没有说彭斯副总统的这个重要性 他其实有很多的权利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专门讲一下彭斯副总统 彭斯副总统他的这个权限是怎么样 在1月6号的参众两院 对所有的州送上来的这个选举人团票的 清点和认证的过程中 其实彭斯副总统是作为参议院的议长 主持这个会议的 按照宪法的话 他们连做次都有很详细的规定 他坐在议长这个位置上 然后Nancy Pelosi作为众议院的议长 坐在他的左边 当然这个流程其实也有很严格的规定 我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他也给川普总统的团队挑战目前大选的结果 提供了一个这个宪法的依据 提出这个主意的人叫Evonne Raiklin 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他在陆军中服役了有23年 那他在陆军中 其实他一直做的是一个技术的工种 那具体来说 他在陆军里的职位 就是跟硅谷有很多合作 他跟硅谷进行的合作 有人工智能 有大数据 自动化网络 还有合成生物 机器人等等 他退伍之后 他成为Veterans for Trump 就是支持川普总统的 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 他同时也是一个宪法的学者 还是一个律师 他自己的推特上 他就介绍的很清楚 他说我是一个这个自由职业者 那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 要把这些人绳之以法 这些人他列了一长串名单 就包括有奥巴马 包括拜登 包括Brennan 包括所有这些沼泽分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爱国者 所以先做一个简介 然后那我们切入正题 就是他是怎么认为彭斯副总统在1月6号中的这个作用的 他主要援引了宪法的第12修正案 还有包括相关的法律 他就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实际上有权迫使各州议会收回宪法赋予其的权利 不接受州务卿签署的认证选票 而是自己任命选举人团来投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可能会触发在国会的临时选举 从而几乎肯定川普总统会胜选 他援引了宪法第12条 如果在12月的第4个星期三之前 其实也就是12月23号之前 就是明天了 参议院议长或者是美国档案馆管长 还没有收到宪法第9条和第11条规定的州的投票证书和清单 而选举人会议又已经举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参议院议长应该要求州务卿 以可能的最快方式发送证书 其实现在的这个选举人团 不仅是发送了选举人选票 有六个摇摆州 再加上一个新墨西哥州 七个州发送了两份选举人团的选票 所以在他看来 他说这个根据宪法的话 彭斯副总统是有权利拒绝 有欺诈的这个选票的 所以如果他断定两套选举人票中 被州认证的这个选举人票 是有欺诈的行为的话 按照宪法来说 他根本都不能接受这样的选举人票 所以他认为彭斯副总统是有权利 拒绝这些选举人票的 但他拒绝了选举人票 并不意味着说 共和党人送上来的这一份选举人票 就是合法的 所以那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 第一个就是说 川普和拜登两个人都拿不到270票 所以这个按照宪法 第十二修正案的话 就会触发国会的contingent vote 那就是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 分别会投票 选出副总统和总统 参议院负责选出副总统 那众议院负责选出总统 选举的时候 那众议院是属于一个州一票吗 那现在有26个州被共和党人拿到了 所以很可能是26比22的选票 那川普会胜 因为一共有50个州 那你只要拿到26张选票 你可能就会胜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那彭斯副总统在1月6号的时候 可能拒绝了其中的几个州的不当选票 或者是有欺诈的选票 那这样的话 那川普其实也没有拿到这些州的选票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就国会就应该以简单多数来决定 谁投票多 所以他算了一个比例 他觉得去掉了这个有欺诈的这些州的话 川普总统会得232张票 而拜登会得227张票 所以以简单多数的票数的话 川普总统会胜出 所以他给出了这两条路 然后他其实在他的推特上也 at了彭斯副总统 实际上他要的就是彭斯副总统 对递上来的这些摇摆州的选举人票的一个否决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些州递上了选举人票 彭斯副总统就会说 你们递上来的选举人票 有的票中是有欺诈的 所以发回去你们重新送上你们的选举人票 实际上就是说按照宪法的话 就是应该各州的立法者 也就是国会投票决定选举人团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就跟很多保守派 另外的观点很相似 就是不管你是要求共和党人 自己在议会投票决定 重新选举选举人团 和重新认证这个选举人团的选票也好 还是说是彭斯副总统发回各州这个权利 然后各州的这个立法者来投票选举 议会能够通过的选举人团也好 实际上是给这几个摇摆州的立法者一个压力 让他们重新去选举这个选举人团 因为这个选举人团的话 除了这几个摇摆州的共和党人 单另选出了另外一套共和党人的这个选举人团以外 其实民主党人提交的这个选举人团 实际上是之前就选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就是给各州重新选举选举人团的机会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给他们以压力的 Ricklin律师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这就是我解读的宪法的结果 我是一个宪法的研究者 如果你们有任何觉得不同意的 你们可以来挑战我 他发送了这个之后 他还out了彭斯 我不知道彭斯看到了他的这个计划没有 有没有讨论过 实际上在周一的时候 一些共和党人进白宫和川普总统 讨论了下面的路该怎么走 我昨天大概也有提到过 就是周一的下午 那川普总统还有包括我之前说的 这个overstock.com的亿万富翁Burn 还有包括一些主张挑战选举人团的这个共和党人 他们都聚集在白宫开了一个会 他们开了会之后 当然因为众作分云 随即马上他们开会的内容 似乎就被媒体知道了 然后主流媒体就开始说 川普要讨论戒言令 川普要发布叛乱法什么的 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然后川普就亲自出面否认了这个事 他说假新闻 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要讨论这个引用叛乱法 有参与讨论的律师给主流媒体爆料了 所以当晚九点的时候 川普团队就把这个律师给炒掉了 所以Burn还在推特上发了推文 就说我就知道是这个家伙限的秘密 他很狡猾 他似乎在担心他的下一份工作什么的 暗示他 他看到船要乘了就马上要跳离 根据我最近看的川普团队的 包括律师还有他们的顾问的说法 其实他们更倾向于说 发动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去给他们各州的州议员 州务卿还有州长以压力 因为我昨天也解释过 实际上在六个摇摆州中 有五个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 其实都在共和党的手中 然后甚至是有四个州的州长和州务卿也是共和党人 那所以这个是办的不利 完全是共和党人自己内部是有问题的 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选上去的 所以他们必须为共和党人的这个声音负责 所以如果您支持川普的话 您就应该写信或者是打电话 给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给他以压力 当然如果您恰好是这几个关键州的选民的话 请您务必 即使不是选民或者只是普通的居住者的话 请您也务必写信给这几个州的州长 州务卿还有议员们 就是要告诉他们 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大选窃选 那我把这个link仍然放在了我的这个字顶留言里面 请大家去发送邮件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就觉得说 你们就是打口腿仗 就是一点用的没有 其实这个是有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 比方说即使是乔治亚州的这个看部州长 在很多共同党人看来他很腐败 他一直顶着压力不干什么的 实际上那他也有很大的远景 他是想在全国范围内有所作为的 有的人说他很可能以后想竞选总统 其实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就是你做到州长或者做到参议员的位置之后 很可能你下一步就是想竞选总统 或者是竞选一个总统内阁的职位 所以他如果要得到全国的这个职位的话 那他必须要对他的州的选民或者是来自于全国的选民负责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但是这个压力就是我们要给他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这个写个信 他就当没看到没用 他可以不看我们的信 但是如果他一天有几百上千封信那么多 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第二个更直接的压力 其实我上次已经提到过 我不能号召大家去做什么事 但是有一个爱国者他接受这个Rush Limbo的采访 他就说我就去他们家赌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不危及他们家的家人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如果有一批爱国者几十号人 每天去州长州务卿议员门口去堵他 你可以不用堵他 你在门口抗议 每天在门口抗议 我觉得他的心理也会崩溃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理战 至于什么方式最好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想更多的方式 总之就是一定要让他 不管是亲生还是在精神上 感觉到强大的压力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迫使这些懦夫 或者是这些见利妄议者改变他们的想法 因为有更大的利益在前面 或者有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 当然我也看到有观众留言 他说其实你这说的方法都不好 一点用都没有写信什么的 他也不见得看 他说最主要的 他说我听另外一个自媒体人讲的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不都是男领 货车司机或者是工人什么的 那这样的话就号召他们都罢工 罢工的话三天之后 可能这个物资都供应不上了 那这些人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所以他肯定会放弃 其实我反而觉得这种说法 不是特别的靠谱原因在哪呢 因为在蓝领中有支持川普的 也有支持民主党的 因为很多人他收入不高 他很可能支持民主党 所以不管是你在运输公司 还是在超市服务的 还是在任何一个行业 他可能都有一半的人是支持川普 一半的人是支持拜登的 所以你只是川普的支持者 在罢工的话 另一半人在工作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 这个罢工是不会有特别好的成效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其实现在都是圣诞节放假了 其实没有多少人上班了 所以这也显不出来 对他们有多大的压力 或者群众会多么缺少某些东西 不管是交通还是说食品 或者任何一个物品 第三个美国是一个地广人系的地方 它不像法国 你在大城市做一些罢工 或者是你瘫痪掉它的铁路线 或者是巴士 或者是低时 或者任何这种交通工具的话 你很容易取得威慑的作用 但是在美国的话 大家都是自己开车的 你罢工 你哪些行业罢工会能够直接影响到它呢 你说这个货车司机 那即使是所有的货车司机都停止办公的话 其实这些超市的食品还够吃个一阵子的 来到1月6号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何况另外有一半的人 他可能选择不会罢工 所以我并不觉得罢工这个东西 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那当然我觉得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相信你们有更多好的意见 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提出来给我留言 那作为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 一定要给他们压力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 真正能走得通的一个道路 那当然这是一个也很坚信的道路 就像我昨天说的 没有一个伟大的成功是容易的 这也是川普总统他伟大的地方 他之所以成为一个 全美国我认为最伟大的总统 或者说总统之一 那他就是破除了所有的困难 他破除了所有的迷信 他破除了所有的压力 你觉得这个事做不成 迁都耶路撒冷做不成 我给你办成了 你觉得这个中东和平遥遥不可及 我给你办成了 而且一气签了好几个国家 你说北朝鲜搞不定 我还跟他见了面 有多少总统跟北韩的这个金家见过面 所以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史无前例的 几十年来这个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拿到美国黑人的投票都不超过百分之十 那他拿到了百分之几十 那很多人预测说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很可能共和党会拿到黑人男性选票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拉丁仪和华仪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拉丁仪和华仪在整个移民社区中的投票比例都大幅的提高 而且大幅的右转投到了共和党这边 所以这些成绩都是完全不可以抹杀的 他做到的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些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无惧挑战 我们今天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但我们不能坐而代弊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要尽他的一份力 不然的话几百年后我们的子生仍然会拷问我们说 几百年前的今天你们在做什么 你说我什么也没做 或者我只是在担心 我只是在家里哭 我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如果你们要帮助川普总统帮助我们国家的未来的话 你们就要拿起笔 拿起你的电脑 写疫苗或者打电话给这些州的州务卿州长 还有国会的议员 那恳请他们听到你们的声音 用各种方法去促进这个事 不管你是去他们家周围示威也好 还是亲自拿起笔 给他们写信也好 不要觉得你的那封信不重要 因为就像投票一样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的那份投票不重要的话 没有人去投票了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缺少我一份email也不少的话 那就没有人去写email了 那另外一个疑问就说 你说了这么多 我看到这个机会还是很渺茫 那就算了 我就不去做了 你不能因为这个是机会非常小而不去做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川普总统 他之所以成功 之所以伟大的一个重要的特质 就是他无为所有的艰险去做了一件事 因为他抱着必胜的信心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正确的 你就一定要去做他 而不是说因为我算计他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 所以我才决定去做或者不做他 我之前认识一个媒体的销售大拿 因为他每次都是top sales 他永远卖到的东西比别人多 然后挣的钱当然也比别人多 他永远是第一 然后我就有一天问他 他是一个女孩子 我就问他 我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说在公司每个人都觉得老板下来的指标是遥不可及的 就是我很少几个人能达到指标 你从来都是超额的指标 你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他说其实我没有任何的秘诀 他说我甚至不看老板给我的指标 如果老板跟我说今年有几千万的任务的话 他说我根本都不看他 那我只是努力的去做 努力的去打电话给客户 努力的去跟我每一个单 做着做着我就发现到年底的时候我已经超标了 他说这就是你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知道在公司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老板都是会举一个这个不可能让你完成的任务 比方说公司的CEO给到销售副总裁的是一个亿的指标 那他发下去的肯定是一亿三的指标 因为这样的话那很可能他才能完成一个亿 所以越往下发他这个指标其实是越大的 所以基本上每个Source对于完成一个指标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艰难的 那这个销售的头他从来是第一名 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 我觉得这个秘诀其实适用于所有的事 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只想着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做他 那其他的事就交给上帝 当我说交给上帝不是说就是去祈祷他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努力 然后我也问他 我说难道你真的没有这个数字的压力吗 几千万的指标对你不算什么吗 他说我只要努力的去做 那到年底的时候假设我没有完成指标 我也问心无愧因为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 如果我这么努力都做不到的话 我不相信别人也可以做到 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让我受益颇多 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成功的态度 就是如果你认定了一件事要去做的话 你就一定要努力的去做它 而且相信我如果你努力的去做它的话 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你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